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场次原来是预定到11点 不过主办单位因为临时有调整 我们大概10点50分要结束 所以大概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来听听各位的高见 各位如果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高见 或者什么问题要跟大家分享 欢迎听出来 如果大家都客气都没有的话 那我就因为主办单位很希望能够对今天这个法律定位的问题 来做一个事 那么有一位先生好 你请 我想请问各位舆论的先进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未来在这个永续的部分 针对我们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银行将如何就是会同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土地政策 来协助我们原住民保留地的永续的发展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请各位先进来做一个指导 我只说跟我们说明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有哪一位要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说明 是 好 请童教授 我不一定可以完整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目前在推永续 我想就有大家对手一些探权来谈 因为目前在探权的发展上 当然森林探权是一个大家蛮关注的 那森林探权事实上跟原住民保留地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在国际上目前的趋势就是 你在做这个森林一方面保育生态环境 一方面跟在地居民跟在地经济要能结合 那这是国际趋势 那当然趋势不一定大家都做 所以将来也没有一个规范 那再有个行动减合 至于我刚才讲 在国际上如果是做这样探权发展的话 它会做一个认证 那具有保育生态的 也具有跟在地经济 或者我们在台湾的在地 可能就是原住民的 这些保留地跟原住民的 活动有关系的 那基本上它价值就会高 那这样也会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但产生的价值 怎么样一方面照顾当地经济 其实国际上是有一些惯例 那怎么样把国际惯例引到台湾 我觉得那个是将来应该可以努力的方向 以上 好 谢谢佟教授 还有哪位有什么指教 是 你请 我这边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陈副主委 因为您刚刚讲到说 接下来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工作 它其实是一个国际的制度的接轨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漂绿的 方式漂绿的这个重要性 我想请教一下就您的观察 您觉得说现在金融业 它在这个反漂率的这个部分 你觉得说大概有哪几个层面 它其实是有一些最需要去努力的 因为比方来讲 像现在的这个基金商品非常的多 那我们刚刚那个徐峰控掌 他也提到说 现在ETF的这个商品非常的多 那在产品面的这个部分 它的一个反漂率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相对的重要 然后另外您也提到议和的这个重要性 对因为议和的话 它其实是金融业 它跟它的企业之间 他们要去做一个协调 然后接下来 那才能够再去做一个资源上的 永续的一个有效的分配 但是议和这个部分 常常它的成败不是操之在金融业 它也必须要看企业它的接受度如何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您身为这个金管会经理机关的 这个角色来看的话 未来有哪几个面向可以去帮助他们 或者是未来在这个 评比金融业的永续执行的绩效上面 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去改善的空间 谢谢 好 谢谢 好 请称呼之为 是 谢谢提问 其实这个大概 我们可以分三个一个层面 第一个当然您提到了一个商品层面 对 那我们从一开始最早的所谓的投资绿能 那再来鼓励绿色的一个商品 其实2.0这边我们就注意到了 那再来其实您一定知道嘛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名称 现在在欧盟的所谓的Article 9或Article 8 是潜率深率或这边 其实我们会里面 会里面其实目前为止 那个踩得非常紧 踩得非常紧 我也知道业者会觉得说 哇 我们是不是要因应台湾或这一些 或做一些放松 但是这个就是像您刚刚讲 为了要跟国际接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 其实已经是类似欧盟的一个标准了 那第二 议和的部分 那当然了 这个是永远是一个金融业 很大的一个难题啦 很大的一个难题 那在一个数目上面 我们知道 其实在目前为止 我们正常讲 能知必能行 下一句是 不知亦能行 知难行义 其实呢我们鼓励了这部分 就像我们第三 第三点我就连结在一起了 就是我们需要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对于这相对的一个 绿色资料库的一个建立啦 对于这个评鉴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我想呢 如果在一个所谓的资讯相对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状况之下 而且在政府民间的一个各自努力之下 我想那个议和的数目啊 后面我觉得会等比的一个成长 目前的确是说相对比较辛苦一些些 谢谢 好 谢谢陈副主委 还有哪位有什么问题 好 见 相信你们 在做到现在就是永续到未来嘛 从教育着手 比如说以前我们的乐时候 在学校小朋友分类做得很好 比如说现在大家几段气候 我在我认为是危机气候了 这个危机就是一个转机 比如说高雄这个稻米147号 在高雄南部中还好 现在在那个新竹是第一名的 至于教育方面 我们副帮文教基金会 有什么来教育 就是大众啦 好 谢谢 谢谢 有问到副帮那就麻烦媳妇找 喂 我想这个基金会的这个项目 我不是非常确定 不过我想我们可以请我们基金会的 这个后面跟您提供相关的资讯 不过刚刚您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气候的这种风险 其实它也是相关的机会 那实际上对金融业者来讲 我们不会一直只是把这个 这件事当成是一个风险 我们反而是把它当成也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其实金融业它所可以扮演的 就是资金的力量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风险的时候 我们刚刚前面这个 也有人提到这个所谓的议和的这件事 那基本上我们金融业希望做的就是 就不好的不要做 不好的不要做 好的多做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 那所以怎么样把不好变成好 我们希望说如果它在转型的路上 不管是在我们环境社会 自己每一个面向 它有这个意愿 想要把从不好的转成好的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金融业 可以发挥资金力量 跟它议和的这个程度 谢谢 好 谢谢简副总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好 李倩 不好意思 想要请问在座的各位 就是有关于法律地位上面说 因为现在永续报告书 因为它的法律地位模糊 然后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 第一条二项它是才得 那这样子会不会就是 它的强制要求揭露 会不会就是侵害到 就是各公司董事的BJR 或者是说宪法上面不表意自由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那如果我要强制揭露的话 针对就是如何恒评 比如说像沙冰法要求 揭露的一些资讯 造成公司成本过大 那我们在 无论在金融业 或者是在监管机关 如何去恒评说 让它就是让各个公司的成本 不要过大 然后可以继续实行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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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副主委希望我有机会 这个 也说一下 您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刚才也提到金融业 这些相关的问题 我想几位 余谈的你都提到了 就是 刚刚提到金融业 譬如说 在永续报告书里面承诺 说我要遵守 赤道原则 我不会贷款给高污染的企业 各位都知道 金融业现在国际经验 叫做赤道原则 它主要就是 鼓励银行贷款 还有相关业务 能够跟环保 跟永续结合在一起 那假定说 永续报告书里有承诺 说我不去贷款给高污染的企业 但是后来发现 不但贷款 而且比承诺以前的数字 还要更大 那这个就是刚才 这一位先生问到了 也是我们刚才 集合以他来谈到的 就是这样一面法律责任 那法律责任 刚才 这个许副总 最后的一个报告 提到重大性的判断 那 这个 基本上 我简单地讲 我还有这个一分钟 这个就是 整个法律定位港 重要的地方 我们现在只讲说 你刚刚提到说 现在的永续报告书 不是根据 证券交易法的规定来做的 不是根据 主管机关的法规命令来做的 但是假定将来 我们把永续报告书 换一个封面 叫做年报 就是根据36条第四项 刚刚几位一谈提到 是股东会之前 编的要给股东的年报 那年报是有法律依据的 问题是不是解决呢 没有解决 为什么没有解决呢 第一个 重大性的判断的标准 从到今天为止 我们最高法院的标准 都是以投资人的角度来看 换句话说 发现说 承诺不做高污染的贷款 那结果做了 投资人会不会在意 可能不一定那么在意 因为怎么 因为你贷款增加了 公司的这个 盈盈可能增加了 就不符合 重大性的标准 所以基本上这个将来是法规上可以努力的 林胜已经响了 我就不耐误这个下面的行程 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陈副主委 还有感谢我们的三位一谈人 我们的许副总 我们的这个两位这个很棒的这个教授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各位热烈的参与 我们是不是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谢谢大家